No.34 核心塔幣 球队带到冠亚军了 这个球变得漂亮 接下来要小心 陈玉瑞出走 没进 拦打球 塔幣拿到 这一节的领航员还没有任何团队犯规是信考现象 张博威切入禁区 扔倒了 球进 劳伦斯丹 塔幣 持续躺在地上 这边好像看起来 后腿 后腿被顶到 正如 对方的大个子在守他 他去卡 塔幣 就位 跳起来传给塔幣 一个转身 已经在篮下了 还是卢俊祥犯规 威走的动作是比较大了 但是卢俊祥毕竟在楼下 对 他想要占有力的位置 可是塔幣很有一个技巧 是第一个field goal 好 再给塔幣 这一次 过过了mix的防守 非常漂亮一个pick 让我转进去 哇 塔幣 对 反应很快 给人莫大的压力 打了成了把球 被拨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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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还是不想要看release 看起来塔幣这个拨球也是干净的 对 塔幣把球拨掉的时候呢 现场的计时器 对 是没有任何走动的 对 时间走完 所以这场比赛 确定进入延长赛 现在 要进入到延长赛 谢谢 蛮特殊的情况 因为刚才3.2秒 3.27秒 其实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这里去找好的机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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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球竟然没有被注意 面包球事实上耽误了很多时间 对 结果还让正如这样看到 塔幣前面是没有人防守的 对 才过了 又会牵到进去 庞悦塔幣 和攻击 攻击 对